另外,社会焦点来看到,台中市议员张燕彤一家疑似因为服用了中药导致牵中毒。 而国民党的前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镇也说妻子在离癌之前同样的也在圣堂中医拿药,但是后来也去诊牵中毒。 张燕彤表示,已经以杀人未遂提告。 拿着圣堂中医的药袋,国民党前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镇很心疼,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因为抗癌接受化疗,但最近身体不适越来越剧烈,经过检验也是牵中毒。 陈明镇拿出协议检验报告,协议中的氢含量高达每100毫升95微克,远远超出每100毫升10微克的正常值。 陈明镇表示,妻子抗癌两年,从去年初开始服用盛糖的中药,经过检验也是牵中毒。 陈明镇表示,当时也是经过院长吕世民看诊,是否跟中药有直接关系,还要厘清。 而事情爆发的台中市议员张燕彤也再度露面,表示已经提告。 他到现在还在说谎嘛,花那么多钱,相信你,你给我吃醇的签本,你现在是,你不是蓄意杀人,你是什么东西。 张燕彤提出全家的检验报告,全家人的协议写签职都超标,其中张虎年更是高达每100毫升364微克, 脑部受损40%,语言表达害行动能力都受损,还要接受附件。 而台中市卫生局,六号傍晚再度前往盛糖和另一间九副诊所搜索, 其中九副是调查过程中,经过医院通报,也发现有患者有牵中毒的状况。 台湾市卫生局表示,实案处从八月三号开始,截至今日有二十位民众,三十四件中药检体送宴, 而盛糖出的重罚五十万元,也勒令停业两个月, 九副则是重罚三十万,勒令停业一个月,包括妇人和市政都移送检掉来侦办。 记得您健身王龙涛,台中报道